过去呢大概在去年的时刻 这个时候正是美国面临可怕的 纽约的三地风灾 那么今年呢刚好是三地风灾一周年 美国举行了三地风灾一周年的纪念 三地风灾呢是除了2005年的 Catrina风灾之后 对美国最具有毁灭性的风灾 当时美国的感觉是 怎么可能在十月的时候会有飓风 而且是在纽约这么北的地方 那么今年呢情况地点换了一个地方 相同的状况来到了英国跟北欧 那超级飓风名字叫做圣犹大 在十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在西北欧各国登陆 在二十九号为止 飓风已经造成了十六人遇难 那么过去呢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英国从来没有遭受到 如此强的飓风级别的风暴威胁 现象专家特别提到这次来袭的风暴 每小时的风速达到一百三十公里 威力本身对英国人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那不只是英国 还北到了好几个地方 英国是十六年来最强的飓风 袭击了英国 那么除了英国之外 德国 荷兰 法国 还有连丹麦 就北欧国家 北欧国家这些国家是连飓风 就是台风都没有听说过的 那么也在十月底的时候 十月二十八号面临了飓风的攻击 损失相当的产重 按照丹麦晨报二十九日的报道 哥马哈根的机场发言人说 强风使空桥无法接驳机出门 那么有五百名乘客被困在飞机上 那么这个飓风呢 我们就是这边讲的台风 是以圣人圣犹大的纪念人来命名 对许多英国人跟北欧人来讲 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气候改变 这是一颗曾经重重撕裂的心 在受创最深的纽约石潭顿岛 栽民一点一滴地用灯火尝试拼凑还原 山地飓风横扫美国借满周年 终建脚步依旧满山 四百八十亿美元重建基金 至今踩不到四分之一 被送达受灾第一线 但人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悲观 因为美国的灾难还恍如昨日 一场飓风级的风暴又在大西洋彼岸 步步进逼 英国南部海边风高浪急 当地震迎来近十年清晰的最强风暴 瞬间阵风时速一百六十公里 在陆地上狠狠将陆树连根拔起 看板也应声倒地 英国人毫无招架能力 因为以往遭遇的风暴 都是在大西洋上空行程发展 抵达陆地时已经减弱 但这回却是在离岸近处行程 并缓步升级 在其最强阶段横扫大步列颠 部分铁公路营运受到影响 包括欧洲之星和英伦海峡的渡轮 都被迫停驶 伦敦西斯洛机场也取消至少一百三十架次航班 但仍酿成至少四人死亡 已经不只是寸步难行 史上罕见的飓风级风暴 简直要把比利时首都布塞尔的行人都给吓傻 就连北欧丹麦一栋楼房的外墙音架 也不敌时速一百九十一公里的瞬间阵风 在你我眼前当场拆解落下 欧洲到处可见有行人 甚至汽车驾驶被吹倒树木压死 巨型起重机跟不敌抢风被烂腰折断 不少人问 这真的是你我熟悉的地球吗 英国人记忆里最近的十月风暴 距今已整整二十六年 那是1987年的十月十六日 英国被三百年不遇的超强风暴席卷 据说全英有一千五百万棵路树被连根拔起 事后还酿成严重骨灾 但多数人已不负记忆 对英国人来说 十六世纪靠海洋发财 怎么也没想过 到了二十一世纪 竟会遭遇洋流气候如此大的反扑 学者的警告 人们都该正视这种气候新型态